马桂 欢迎收看《胆色个人》 明天沙田11场草地赛事举行 有两场的国际一级赛 分别是主席短途奖以及冠军一里赛 由于上个星期举行了女皇杯 用了A跑道 所以今次就会用B跑道 天气情况如何?浩然 天气会那么弱 不过根据天气预测 似乎下雨 暂时一只马腿驱 潘顿做不到榜 另外也有三项上阵 说一下大彩池方面 近期的多宝也挺多饭 3T有359万多宝 六环彩六宝掌有245万多宝 另外第一口猫T有186万多宝 留意第七场赛事 有组合赢胜出地区 组别可以玩一下 11场赛事 头场开跑时间在下午12点半 我们立即拖头场 头场跳四货出来跑 看看这些两岁马 缺过货来说 看看对他会不会有影响 这一场四个马跑过 有三个马没跑过 说一下兄弟熊 这只马 两岁仔上场赛事 初出大意入Q 今次又继续用上田泰安 但最后骑下去 他过了中点之后 那个世纪挺好的 埋满的状态来得相当理想 这场赛事落在其中 就会用上补讯 听下补讯 放低他 我也会加入考虑 再选择他 我选择一种重疑 其实这只马 转了货来前马房之后 近这三场里面有两场 中距离以上的赛事 也有走势 你可以说他赚步速的 但是你看到他前仗 增程 跌绑 跑这些2,200米 也入Q 那场头三年 当然刚才阿子健提及过 步速非常之化 零一秒八二 那场赛事造就了后上马 入了前四名 他是其中一只 但是见到他转马房之后 也是维持到一个状态 上场赛事 虽然打落反应不多 你可以说不算 但是你再看回 刚转马房 一场千八米那场 赛前四集有缺货 大集又没什么走势 包尾回来 但是上到阵跑 都可以有些走势 你可以说他这场赛事 赚完可以再赚 尤其是这场赛事 档位传统的排队五档 可以想起来 是挺暢顺的 知道性了 在外档 拍一只多多起 两批都有份跑 这场就被蒋家琪过当 我想原先也可能 想找蒋家琪和他减绑 但是因为蒋家琪要跑 师傅那只马上威威 所以最后就换了 五、六场就和大家量了 回来量度3T美关第七场和第八场 好了 回来先量度3T美关第七场 范围都比较阔 都很暖的 好了 又再有色阵 回来还有第十一场 一人回来量度它 练马斯热药摩雅每季 都有不少的三岁自购马来港 不过 只有少数的马匹能够初出上名 看回少数据 大摩马房自05、06年马季起 有16匹三岁的自购马初出上名 之后再出个仗 是拿到五冠三牙三跪的成绩 上名率是接近七成 美场赛事的陆勇士 上场初出跑入一席的桂军 今次继续跑回上名的路程 并且交由大摩的外长 背拖尾接手 看今场赛事 能不能够交到 更进一步的表现 成功保重 这次和大家计算了 看看我们明天两场四重彩 胆识精选 选择了什么马 由于跑11场赛事的关系 赛马直击将会在12点播出 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外大家除了可以上马会的网站之外 还可以下载我们全新的流动应用程式 他就是HKJCTV 来重温我们的节目 没错 明天两场大赛 虽然开跑时间提前了一点 但是也不要紧 大家早一点起床 因为明天的赛事都挺精彩的 希望天公做美 节目时间到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